大家好,今天八號封球,沒有市場 但外圍都繼續開 A股在星期一升爆燈之後 都回了一點,但跌得不太多 當然現在全中國,包括香港在內 都在討論習大大南下 究竟對深圳、對香港的經濟 會有什麼新的指示呢? 見到深圳的板塊,甚至乎在落地深圳的企業 譬如騰訊、1211等,都升得很厲害 再加上一些芯片 所以基本上都是以高新科技為主 但究竟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說,今次的南下之後 指數已經率先反映了 會不會已經反映了呢? 接下來會有什麼很落地,很確實可以見到 或者算到數的政策 可以衛及到香港的市場呢? 暫時都是不得而知的 第二件事就是說,接下來就是五中全會了 去到月底的時候 究竟今次的南下和五中全會之間 政策上會有什麼連結性呢? 還是純粹只是一個南下,然後就是一個五中全會呢? 市場上其實都有很多討論的 反而我比較擔心的是24800點這個位置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如果今次的南下沒有一些很落地的 一些經濟措施或者方案 是令到市場是順復的話呢? 那我也有一點點擔心 就未必會接得到上去的,這個升勢 但是反而來講,A股會好些啦 因為A股怎樣計算都是落後的嘛 外圍方面呢,美股、港股其實都升了一陣 所以相對來說,A股的落後 所以未來的形勢可能呢 A股就繼續升了 但是港股去到24800點 至25000點這個位置呢 就可能會下跌了